要配合音樂喔 以前有一首老歌叫做忍耐 忍耐你知道嗎 來 我比哪裡 忍耐 來 不要 不要回收房子 不要回收房子 沒哭是不行的喔 對 一定要哭 對 一定要刺激他 對 有時候一直刺激他 他也沒哭 他被人在笑 為什麼 有時候 他要千中其台 你就知道 大財小用人家這個 一般是貴賓狗袋表演的 這卻不好意思喔 說沒事的都很有事 說有事的沒事找事 歡迎收看 哈囉 你有事嗎 有事嗎 好 我整的眼淚 最真人獻身 我們最敬愛的消防員呢 而且都是俊男美女 今天齊聚一堂 厲害 尊敬 太感恩了 對我們社會呢 做出重大的貢獻 對 而且是很多的地方 都可以看到他們的身影耶 像是地震啊 火災 甚至是 那個家裡 對 抓折 對 全部都有耶 對 就是 包圍民 畢宮 畢境 畢蘇境 對 來 我歡迎我們英勇的消防員們 來 畢林 演員 還有豬豬 好 這是她的愛犬 她的愛犬 豬豬 然後還有阿輝 嘉楊 來 厲害 志瑄 來 我們這邊曾經擔任過 消防員替代役的 豬羽毛 是197的藝男對不對 替代役 藝男很厲害 就考過EMT1的這個救護執照 不是我們在玩笑的 對 EMT1 EMT1 對 救護員有分EMT1EMT2 然後再往上 然後這是最初階的 因為藝男要輔助學長結盟 就是初勤的時候 你救過火嗎 分發的時候我考到內勤 就打接現身 很大破就是這樣 會很像 憲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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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還是有經歷過 學長結盟的那些考試 比如說滅火 然後穿裝備 今天純粹來看帥哥的 哎呀 你有打破19也打破10也算嗎 你有打破喔 有破啊 來 萬萬沒想到的消防員 居然還要做這種事 好 來 那我們就家養先開始好了 趕豬可以養 我在台北市市區其實 看到一隻豬 比看到外星人還哪 真的是很稀奇 吃過豬肉就是沒看過豬走路 真的 但是我們那邊附近 就有一間公廟 他就從小就去養了一隻 人家棄養的色香豬 三年五年之後那隻豬 少說兩百公分 有 站起來就好 你先可以拿來拜拜的那種 對 就是趴上去 我們會拜他的那種 因為我們其實住附近的人 都知道說 那裡有一隻這個公廟飼養的豬 但是路過民眾的時候 他不知道 他看到豬在外面跑步 嚇尿 嚇死 真的 嚇尿 嚇尿 真的是民眾就被嚇到 那他們就是電話拿起來 也不知道要打幾號 就先打給119 看到那個地址 我們就知道 沒有啦 是那個公廟養的那隻豬 但是他那隻豬就是 他抓豬的裝備會是什麼 其實是這樣 要準備吹劍嗎 沒有 我們根本沒有抓豬的裝備 我們只能怎麼辦呢 這個人海戰術 把他圍起來 對 三五個人開始追著他跑 但是到後來我發現 不是我們三五個人追著他跑 是他追著我們三五個人跑 為什麼豬反過來追你 因為太大隻了 其實我們根本就沒有辦法去 靠近他 你兩條腿 那個豬四條腿 對啊 豬很會跑耶 對 豬跑起來 很快 跟法拉利一樣 對 他最後為什麼被我們抓到 他太累了 真的 畢竟十二生肖排名最後 他真的跑不動 對啊 累了 我自己覺得我後來當替代役之後 我發現我常常 賴用消防資源 以前 像我之前便秘昏倒 就大概就消防隊 我後來當了這個新北市指揮中心的替代役之後 尤其是這個消防役接電話的時候 我發現限制報就來了 我常常接到莫名其妙的電話 比如說我接過 也是大便的 有人說 我小孩大便出血什麼怎麼辦 然後消防學姐 然後一到他家一看 吃火龍果 因為吃了火龍果 所以大便便紅色 有一個阿伯 在好像瑞芳那邊 他說他家裡有一個什麼 什麼臭輕功 還是什麼大隻的蛇出現了 然後很危險這樣 情況很危急 然後消防隊 是我們學長姐就過去這樣子 找不到這樣子 找不到他大哥還給我生氣 他說 我繳睡繳這麼多 叫你抓隻蛇抓不到 然後開始抓狗 那我這樣怎麼睡 這邊怎麼住這樣 然後對我們學長姐就很生氣這樣子 對啊 所以奉勸各位還是好不好 不要亂用消防資源 我碰過對妳一起的消防新聞 是有人那個打疫酒 然後說 阿公被蛇咬到 然後消防隊員到現場看 多理智你知道嗎 那一隻蛇在六年前 被阿公泡那個蛇酒泡在翁裡面 六年後想說差不多的拔 可以打開來喝拔 你知道翁那個蓋子一打開 那個蛇 咬阿公 頭不會死 他為了要咬他那一口 他忍了六年 所以你叫蛇 那個命有多硬你知道嗎 你是說真的嗎 對 泡六年沒死 你們怎麼會相信 沒有 是真的 不信 不信你問阿輝 阿輝 蛇泡六年沒死 那個你相信吧 我 不相信就不錯 不相信沒關係 不相信 不相信 他是水蛇啊 我讀的科系是公共行政 所以我們會去很多公家單位實習 然後我也有去消防署實習過 聽過最離奇的 這個案組快兩百公分 然後夾在十縫中 沒有知覺 然後大家就覺得說 這個案例應該會很嚴重 因為可能他是被夾住 然後可能需要去截肢 所以就出動了很多大型的器具 因為畢竟是大石頭 結果後來到了現場之後才發現 是一條寵物繩 是寵物繩喔 不是寵物喔 是繩子喔 繩子 繩子卡在石頭裡面 然後他叫消防局的人來救他 超錯分的耶 這個其實有一點點謊報 會被處罰吧 謊報的話我們依照那個消防法規 對 消防法規 消防法 對 你有謊報會有那個 會有相關的法則 對 來 那個很明顯喔 阿輝不好聊 現在你已經問他大概三遍了 這樣就不死心了 那個好聊一點的 來 妍妍 妍妍比較好聊 那如果他做不到的話呢 這個好幸福喔 甜蜜的負擔耶 對 我超級愛狗 我小時候的時候是 爸爸媽媽就是每年生日的時候 會送我一本狗狗圖鑑 所以我在路上我就 很厲害 對 對 跟他聊數字 阿輝沒事阿輝 然後我跟他的話是 連我去浴室 他都會要把那個門撞開就是 可是他的眼神一直盯著你耶 對 他那個眼神就是 他從來沒有放過我 妳跟 他是啾啾嘛對不對 妳跟啾啾怎麼結緣 去年12月的時候 我們消防局有在徵林犬園 然後那時候我就有去做報名 然後後來徵犬順利上了 上了之後我就是 開始被分配到他 那時候開始先跟他培養感情 然後感情慢慢培養之後 我就發現他有一個 好嚴重的問題 他不睡覺 我沒有看過他睡覺 我從來沒有看過他在我旁邊睡著過 他永遠比我早起 永遠比我晚睡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 他現在六歲 然後他換過四個林犬園 就是可能 就是像 有點沒安全感 對 就是一直換家庭的那種感覺 讓他覺得可能很沒有安全感 所以他可能覺得 他睡著之後我會不會不見 的那種感覺 睡著然後醒來 看到阿輝 阿輝有這麼帥 這個不要講話 他說 他是女生耶 搞不好想說 好開心好帥 你知道嗎 歐巴 還會這樣 啾啾 這個啾啾這樣子 這個算收救犬嗎還是 對 它是收救犬 就是在做瓦利堆收救 剛剛看到很多QQ的照片 好可愛喔 超可愛 可以出寫真集 看一下 你們真的睡在一起耶 他真的一直盯著你耶 對 就是我每次滑手機 就想說 是不是有人在看我 然後就會床找一個眼睛 就這樣 生活在一起太可愛了 他隨時都在看著他 這工作太適合你了 因為本來叫愛狗對不對 真的 對 然後你現在的工作是零遣緣 這份工作 我跟你講 就算沒有副月薪 你都可以幹下去 對 連撿狗大便都好幸福 對啊 對不對 艾亞就很不適合這份工作 不是 你知道我 我其實有養一隻狗 然後但是我養的是紅貴賓 很小隻 我那時候會養牠 也是為了想要 突破我那個心理的障害 因為我小的時候 大概四五歲 然後我們家住在那個社子那邊 附近還有一些工廠 小的時候 然後我就是自己 穿著一雙小拖鞋 我也在那邊逛 然後這樣逛... 就有一隻從工廠衝出來的 黑色土狗 就長得很像 啾啾這種 然後追我整個那個社子島 大概跑了一圈 然後我就還 鋪倒在那個柏油路上 因為我實在太怕牠 牠沒有咬我 可是牠就是蹭我弄我 所以我全身這樣子 灰呼呼的回家 從那之後 我只要看到黑色的狗 我就很恐慌 那我後來養狗之後 我的狗 剛帶回家的時候 牠咬過我一次 所以其實我還滿怕 跟狗互動 尤其是稍微大一點的 不認識的狗 不認識的狗 我都會有點恐慌 啾啾長得很可愛 很溫柔 可是我看到我還是 我就是一直 感覺 妳這種就是 什麼叫 因為妳越跑 狗就會越追妳 妳散發出恐懼的味道 讓牠聞到 我現在就很恐懼 心上跳好快 像我是 親狗體質 那狗一般 就是不會咬我的 妳來摸摸看啊 對啊 啾啾感覺非常的輕 我承受妳友誼的手 啾啾 OK啦 很可愛啊 要克服妳對狗的恐懼 來我陪妳 你要克服妳的障礙 牠不是鱷魚 牠沒有看我耶 對 因為牠會一直看見我 這時候趕快趁機偷摸開 啾啾嘿 對 緩緩的伸出去 對 然後說啾啾我愛妳 啾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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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OK 妳真的很怕狗耶 對啊 超可愛的 啾啾看妳的眼神 有一種嫌棄 真的喔 他看牠們都不會 要不是他受過專業訓練 連他都想咬妳 不是啊 他看牠們都很友善 他看我就瞥我一眼而已 對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討論呢 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 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 給我們意見 想看更多精彩內容 請點選旁邊的影片